大家好 我这一棵枫树啊 只有这半部分的新叶长出来了 今年是天气有点忽冷忽热 就是有点摘得太晚啊 这一棵 看一下 长出的新叶子都被晒焦了 只剩了下面一点点 这样也没关系 明年的话 开春以后 这个叶子会重新发出来的 积蓄更多的能量 我们冬天要给它施肥 来年开春以后 叶子才会长得更好 室外天气都快入冬了 你这个放在室外怕冬吧 对 今年就是没有了秋天 一夜入冬 这个东西放在冬天外面 如果零下十几度的话 这个盆土比较小 所以的话要对盆土加以保护 不然盆太小的话容易冻透 所以的话尽量还要保护一下 那如果我直接种在地上呢 种在地上完全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保护了 因为土壤有温度的 可以有效地保护好根部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大家相互交流一下 谢谢